《思诚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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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谓野的地方 其实都会有一些 内心本能的一些恐惧 这种恐惧 其实就是源于未知嘛 我是三十岁之后才学会的潜水 就以前我自己在湖南长大 读大学之前其实是没见过海的 更不知道海底什么样 从你进到海平面以下的那一瞬间开始 一切就打破了 我发现我能够产生这种创造力 之前在投资银行工作 都市之间 每一天生活都是被规划 被计划的非常的满的 我三十五岁的时候 就直接提出辞职的那一刻 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接下来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三 二 一 下 其实最开始拍《水下中国》 我的想法可能有一点点不甘心 我们在跟国外的摄影师交流的时候 他们很感兴趣 问你们中国水下有什么 中国水下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 独特的水域的生物 是因为这是最紧急的 最需要被记录的 我就要把这个蓝色的海洋文明 让大家知道 那我觉得我就去干这事 如果真的说水下世界有什么风险 其实最大的是源于它的未知 我们其实不了解它 这个也是水下摄影和做自然影像 最有魅力的地方 不仅是一个摄影师 你是海洋的一个学生 终身在学习的一个学习者 你一生都在跟着你的拍摄主体 在不断地进步 在不断地进步 探索的道路当中 我没有想要去征服一片海 征服一座山 但我觉得我可以不断地去超越它 地下距离 看看大家 喔 没关系 一直决定 горfiction 听过关系